应该是他自觉第一个感觉是说 男生一直半夜起来尿尿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他就先去检查 泌尿科也都没有问题 那因为他其实有点 这个体重超过理想体重 而且是肥胖的一个体位 然后我们就先让他转介到 那个耳鼻喉科 然后看完以后 他回来就跟我讲说 医生师我跟你说 耳鼻喉科医生说我要减肥 我说对啊 我知道 他说可是你知道吗 耳鼻喉科医生说 就是我这么怕舌头也会胖 所以我的舌头也会挡住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说 对 所以你的那个就是你要胖 就是我们以为胖 可能胖这个手啊肚子啊对不对 大家要知道 其实胖的时候连舌头都会胖 真的 所以讲话会变成大舌头 太胖了 对 所以后来就是说 所以体重控制很重要 对 所以体重就要让他控制下来 让他这个整个肥胖细胞 这个舌头的肥胖细胞 还有整个这个咽喉的部分的肥胖细胞 都少一点 让他比较充分地发挥 他原有的功能 所以我真的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 所以再来就是提醒大家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会建议就是说 你要测碎 因为有些人是功能性的问题 他那个垂涌垂如果让他测躺 两边都可以躺 就让他比较垂下一边 这样会比较有空隙可以过去这样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鼓励 比如说任何的运动都可以 或者是唱歌也是一个好方法 训练他整个这个地方的发声 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鼓励客户就是说 你就去唱KTV好了 至少也是一个 舒缓压力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些方法都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 那如果说像有些小孩子是因为过敏的现象 这种就要先把他的过敏 比如说春天和秋天的时候先把他压下来 避免他这个压下来 那这个东西都是要再去继续探讨 就是说可以再怎么做一些饮食 或者是生活形态的保养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是饮食篇 好 来看看这个谣言是 谣言一早上空腹喝秋葵水 有助于降低血糖吗 我最近都有定时在看一个做菜节目 然后结果那天主持人就说 最近很多婆婆妈妈一直私讯问我说 秋葵水到底怎么做 那我想说奇怪秋葵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印象中秋葵就是黏黏的 那长辈都会说你多吃对女生很好 反正有黏黏的都吃了 山药然后纳豆秋葵 都有一些什么抗氧化物质 结果他竟然提到说 可以这样血糖 我就傻眼 然后他就提到做法 我想问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就是秋葵一条 去头去尾切片 泡在常温的水中 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要空腹喝 就这一杯了 就长这样子 但是因为本人没有糖尿病 所以没有事来喝 但是听说就是现在大家很疯 但是你只是听那个节目 他在想 但是他会不会也是从网络上的谣言 有 要先举牌了 要先举牌 不是 这是有一个 来来来 没有 来了 我们先举牌 来来来 圈插 请选择 良心 良心 来来来 两圈 良插 来来来 我们两圈 好 对 所以你刚刚理论我们听到了 你先说 有 他刚讲完了吗 对 但还有一个背景故事 他说这个其实有一个就是香港的导演 他是查到那个印度的古片方 而且他还提到一个原理 他说因为秋葵里头有很多的可溶性纤维 可溶性膳食纤维就是在它那个黏黏的地方 然后里面有果胶 阿拉伯胶 它的作用呢就是要阻止碳水化合物的消化 好专业 有道理 那意思呢 你是有很龙胶的眼红 没有 还要这样 还有一句就是 他就是阻止了那个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 他背两天了 就会降低葡萄糖的吸收 那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写 没有错 掌声鼓励 OK 好优秀 我想嘉文也不用再补充了 没有 我补充一下 我佐证一下 他讲完全没有错 而且因为其实蔬菜本来 就是DGI的食物 我爸妈也是有那个高血糖的味道 都把爸妈拿出来佐证 可是我爸妈都是吃秋葵 我没有听过他们喝秋葵水 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也是求知的欲望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爸妈年纪比较大 她不上网 不是 因为我妈是属于很爱找这些知识的人 可是我觉得如果喝水跟 它有个重点 直接吃 对 跟吃 搞不好是空腹 就是如果我空腹的时候吃秋葵 或许也可以利于降血糖 就不一定是水 不一定是泡一碗 对 你认同秋葵 对 我认同秋葵 但是你不认为一定是要秋葵水 因为我如果把它吃下去 不是也是好的吗 更多纤维吗 对 假设它是一个好东西的话 战况很激烈 对 真的很激烈 不敢乱回答 对 其实正确的解答 就是我的倾向是认为 它是没有办法降血糖的 没有办法 怎么可能 为什么 血糖这个问题 就是像这个八十岁的爸爸一样 它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 就是它要饮食 要运动 要规律 通通都配合起来 多方面的 如果我今天譬如说 我很喜欢吃凉面的人 我多搭配一个秋葵或秋葵水 那因为增加了刚才你说的 水溶性膳食纤维 所以我可以让我的血糖更稳定 它真的没有错 而且它也是低GI的食物 可是我如果一心认为 就是我应酬 空腹喝这个水 对 然后我随便乱吃 然后再来喝个空腹水 然后早上来喝个空腹水 它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它是健康的食物 怎么样搭配整体的一个 健康生活心态 没有那么好 如果这么好 干嘛还要发明糖尿病的药 而且还要发明胰岛素 对不对 对 疯狂中秋葵就好了 对啊 那应该就说以前很假的 你想要做这个生意了 就是以前很古老的时候 可能医学还没有到达 有这个西药的部分 那也许这个秋葵水 它真的因为它里头的 水溶性膳食纤维多 所以它可以让这个血糖上升 比较慢 而如果就现代医学来讲 其实你的药物跟饮食运动 配合的效果 会比你单一喝那个秋葵水 来得更有意义 而且就像刚才艾雅说 就是既然秋葵都那么好 那我把秋葵吃下去 不是比秋葵水更好吗 真的是这样子 对吗 对 但是秋葵真的很好吗 秋葵是真的很好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可以让 就是这个季节 其实有很多的秋葵 那只是整体来讲 你要单就血糖这个地方来看 它第一个它在会影响到的肠味道 就是让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 因为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 会把这些食物包在一起 所以它上升血糖的速度 不会这么慢 然后就不会让你 等一下立刻会很饿 也不会让你比较容易储存脂肪 所以它对于血糖控制 还有减重控制都是有效 那接下来这个秋葵以后 它整个东西都分解以后 它的抗发炎成分就会出来 就去对抗一些你体内制造出来的 一些垃圾 把那些自由剂给去杀掉它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有效的成分 这样子 不过其实这一题 我跟婉萍有点不同的看法 来 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了 我不建议你用这个东西来当治疗 可是如果你是平常一个 真的有一些肥胖 或者是真的有一些问题的人 那你喝这个 因为老实说 它也没有不健康的因素 为什么呢 就是他希望把那些 水溶性纤维的东西 透过一个晚上出来之后 把它融在那边水里面 那阿拉伯家的特色是什么 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 它为什么会影响 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呢 是因为它会去竞争那个 分解那个双糖 蔗糖的酵素 它会竞争那个酵素 但是你不会觉得 这样太美妙了 我就都吃这个东西 然后我的蔗糖都不会被吸收 它是有极限的 只是减少而不是完全阻抗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部分的人 如果尤其你的饮食里面 可能是碳水化合物 或者蔗糖是多的人 他会发现说他好像真的 升糖的情况没有那么多 有一点点帮助 是真的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听过一个传说 就说王医师不知道是不是讲 就是吃完饭之后就踮脚 就站着 干嘛 可不可以帮助就是血糖 不会那么快升高 就是可以 他这个题目 你该不会也要我们举圈叉 你个字我都可以 我也是在帮大家健康 你这个是从网络上听说 吃完饭 踮脚 对 可是因为我爸 现在血糖可以 不是 他们吃完饭 都尽量说要站着 是不是对身体比较好 这样不是会胃下距吗 没有 不要过着 不是 这样不会有小腹 对 然后对身体也比较好 那我再把它墊高一点 是不是搞不好更好 再墊高一点 对 小冰姐 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也搞不好有 真的有 这个问题值得回答吗 值得 值得回答 要值得